ID全播报新奇酷炫早知道 自从瑞隆系列发布以来 AMD的声势越来越大 CPU市场份额在今年第一季度提升到了13.3% 同比去年增长了5% 在CPU市场 英特尔依然是大哥 一代二代瑞隆相比酷睿 在单核游戏等方面还不是对手 但是AMD了解大部分消费者的想法 性价比是AU最大的杀手锏 虽然我在一些地方略输给你 但是我价格低 不过这一情况要随着瑞隆三代发布而改变了 苏兹峰博士自豪地拿出瑞隆三代怒刚酷睿 骁龙二代的出现则是展示了AMD的野心 服务器市场的利润可不是DIY市场可比的 那英特尔内部又是怎么看的呢 英特尔的专家史蒂夫科林斯表示 目前的形势很严峻 我们当下和未来都将面临重大挑战 说明英特尔已经将AMD视作最大威胁 就等英特尔发布10纳米新优 对AMD的挑战做出有力的回应 最近移动端10纳米酷睿的曝光信息连连 让人更期待桌面板处理器的性能 而英特尔日本分布的回应也很有意思 欢迎AMD继续扩张 一起来将PC游戏市场这块蛋糕做大 这样两家公司都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以上发言就让英特尔显得底气十足 这也是老牌强者的自信 作为消费者 我们还是很愿意看到竞争的 毕竟有竞争才有进步 各位小伙伴期待桌面板的10纳米酷睿处理器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